第四章 被屬的人得兒子的命份 我說那承受產業的 雖然是全業的主人 但為孩童的時候 卻與勞卜毫無分別 乃在師父和管家的手下 直等他父親預定的時候來到 我們為孩童的時候 受管於世俗小學之下 也是如此 及至時候滿足 上帝就差遣他的兒子 為女子所生 且生在律法以下 要把律法以下的人屬出來 叫我們得著兒子的命份 你們基為兒子 上帝就差他兒子的靈 進入你們的心 呼叫阿爸父 可見從此以後 你不是勞卜 乃是兒子了 既是兒子 就靠著上帝為後治 但從前你們不認識上帝的時候 是給哪些本來不是神的作奴卜 現在你們既然認識上帝 更可說是被上帝所認識的 更可說是被神所認識的 怎麼還要歸回那懦弱無用的小學 情願再給他作奴卜呢 你們緊守日子 月份 節期 年份 我為你們害怕 為恐我在你們身上是枉廢了功夫 激勵門徒 弟兄們 我勸你們要像我一樣 因為我也像你們一樣 你們一點沒有規負我 你們知道我頭一次傳福音給你們 是因為身體有疾病 你們為我身體的緣故受試煉 你們沒有輕看我 也沒有厭棄我 反倒接待我 如同上帝的使者 如同基督耶穌 你們當日所誇的福氣在哪裏呢 那時你們若能行 就是把自己的眼睛揽出來給我 也都情願 這是我可以給你們作見證的 如今 我將真理告訴你們 就成了你們的囚的摩 那些人熱心待你們 卻不是好意 是要離間你們 叫你們熱心待他們 在善事上 常用熱心待人 原是好的 卻不單我與你們同在的時候才這樣 我小子呀 我為你們再受生產之苦 直等到基督成形在你們心裏 我巴不得現今在你們那裏 改換口氣 因我為你們心裏作難 兩個婦人預表兩若 你們這願意在律法以下的人 請告訴我 你們豈沒有聽見律法嗎 因為律法上記著 阿伯拉罕有兩個兒子 一個是氏女生的 一個是自主之婦人生的 然而那是氏女所生的 是按著血氣生的 那自主之婦人所生的 是憑著應許生的 這都是比方 那兩個婦人就是兩若 一若是出於西乃山 生子為奴 乃是下甲 這下甲二字 是指著阿拉伯的西乃山 與現在的耶路撒冷同類 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兒女 都是為奴的 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 他是我們的母 因為經上記著 不懷孕不生養的 你要歡樂 未曾經過產難的 你要高聲歡呼 因為沒有丈夫的 比有丈夫的兒女更多 弟兄們 我們是憑著應許作兒女 如同以殺一樣 當時那按著血氣生的 迫白了那按著性靈生的 現在也是這樣 然而經上是怎麼說的呢 是說把氏女和他兒子趕出去 因為氏女的兒子 不可與自主婦人的兒子 一同承受產業 弟兄們 這樣看來 我們不是氏女的兒女 乃是自主婦人的兒女了